丁同学你好 先讲一下你为什么想念艺术科系 念艺术科系就是我其实是一般的那个高中上去的 那艺术这块其实也是在大学时期才去慢慢的做接触 我算是在大学的时候就是找到自己的可能就是比较喜欢的这样子的一个领域 然后之后才会继续这样子的做发展 那先把你的这个大学科系介绍一下以及你们大概有学到哪些东西 我是就读国立台北教育大学的艺术与造型设计系 那我们的系呢其实在学的东西有就是蛮多层面的 那大部分是属于设计类组 像我们就会有分比较像工艺体系的 像是我们我现在手做的陶艺那也会有金工木工 那也有一些同学呢他们是往工艺设计去做发展的 那当然我们学校 因为教育大学毕竟也是小教系统 所以说我们也有些同学会往就是国校的美术老师去做职业上的发展 好那讲最后你为什么选择陶艺当你现在的职业 呃因为陶瓷呢它是一个非常多变化的东西 而且它是从可能大家很难以想象说一个这样子的成品 它是有一块土 一个土团来去做形状的构造接触 可能我们需要挖洞把它装空来去做出这样子的一个整体构造 那它在制作过程当中其实它会有非常多的变数 像是说我在制作过程当中收缩的过程当中它会变形 或者是在烧窑的过程当中它会因为我上的又要 我放在窑里面烧的位置的不同而会有一些颜色上 或者是一些就是形状上的变化 就是我每一次在烧窑的时候呢它都像是在开惊喜包一样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它的一个地方啦 那你为什么都以生活桃为主 因为生活桃是最接近我们人的生活来讲说 我们最常做到使用的一个部分 那在于艺术方面可能会需要到一些画廊美术馆 才可能或者是到一些公共领域才有可能会接触到的桃子的东西 那我会选择生活桃是因为我 艺术其实是源于生活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接触到最多的东西 那有可能是我们的器皿 所以说我想透过器皿的方式将我觉得陶瓷的最美的地方 最好玩的地方分享给大家 那会想走比赛路线吗 比赛吗 如果有机会的话 然后会想要再练个硕士吗 硕士吗 如果有未来想要继续就是想要研究的方向 或者是想要对某一个领域再去做更深入的了解的话 那我会考虑去就读 所以等于你这几年就先全职创作看看 再看未来发展 对 就还没有决定就对 对 因为其实在于硕士来讲 我们就像硕士我们要毕业需要有硕论 那我觉得我们今天有想要认真的去研究某一个领域 专注于我们想要把这个东西研究到透彻的时候 我们在读硕士的时候才会更有动力 然后才能够更好的去完成我们想要做的那些事情 所以应该是说要觉得有必要才去念 对 而不是理所当然学试念完就拿硕士就对 对 等你现在先摸索 是 会打算去驻春吗 去看看一些不同的这种创作环境 当然就是在于做这些艺术创作来讲 驻春是一个最快能够接受到新的刺激的一个方式 但是驻春的机会其实也是非常的难得 那也是需要有机会的 那当然有机会我也会想要就是过去 在不同的环境下 然后你接触到不一定的人 他们所给予你的创作的能量 都会让每次的作品是不一样的一个形态上的发展 都会是进步的 好我们最后来介绍一下你的作品好不好 我的作品呢是以生活桃作为基础 作为形体上的基础 那我所就是着重的在于就是又要颜色上的变化 以及他们的研究 每一种配方呢 他们所呈现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发色剂 以不一样的制作方式 他们都会让它就是产生形态上的变化 像是在烧药的时候它可能会出现幼滴 或者是在颜色深浅 各种不同的幼他们在互相交叠的地方的时候呢 他们就会有颜色上的变化 那幼的厚薄深浅他们都会去做影响的这样子的当中 来去探究他们的一些结构上的变化 以及他们里面所可以传达的一些漂亮的地方这样子 所以你这样讲幼滴并不是瑕疵品 当然 有些人会不喜欢那一坨 就是个人的喜好程度的问题了 对 就是当然有一些东西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 那就是选择自己所想要的 那这样子的器皿它就是属于你的 所以对你来讲它也是很自然的一部分就对 对 意外的呈现之一 它也是就是用叠柚的方式去做颜色上面的呈现的变化 那盘子面呢 我在上柚的时候呢 我是采取用喷柚的方式 让柚能够均匀的喷洒在我整个胚体的表面 之后呢我用笔刷用大支的排笔 用大支的排笔去刷出这样子的一个线条的纹路 在下笔的那一个刹那的瞬间呢 又要最多最重的地方就会在这一段 那我就可以从这边很明显的看到出 又要从深渐变到浅的这样子一个过程 所以这样看起来其实盘子还可以玩很多变化 因为它盘面大可以做出很多设计对不对 对盘子是一个最大的平面程度上来讲 它可以玩出的变化是最多的 因为平面的空间 对那如果是以立体的空间的话 其实越高越大越平的东西 都能够玩出很多不一样的作品出来 嗯好谢谢我们丁同学